美国财政部今天宣布 美台将开始就解决双重课税问题 展开全面协议谈判 根据财政部的新闻稿 谈判行动在美国在台协会 及台湾驻美代表处协助下进行 以美国国会倡议为基础 国会仍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合作伙伴 财政部表示 全面税务协议将为双边带来重要的利益 特别是这将支持晶片法 Chips and Science Act目标 以强化半导体供应链韧性 创造就业机会 及鼓励对美国各地半导体制造设施的投资 将减少台湾经营部投资美国的双重课税壁垒 反之一览 特别是对于对完整半导体生态系统 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 内容将包括降低跨境支付鼓励利息 及特许全实用费的预扣税 常设机构及临时跨境工作者的税务待遇条款 当代反滥用条款 争端解决机制 以及资讯交换规定等 拜登政府承诺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 与相关委员会保持合作 与国会合作通过最终协议的立法 以及透过国税法落实这项协议 第一轮谈判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进行